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要是不想参加游戏比赛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这个游戏比赛不是非你不可 你不会以为你真的重要头 无可替代了吧 你竟然敢夜不归宿 都吃完早饭再收拾你 今天没有给你做咖啡 喝一杯蜂蜜水 解解酒 谢谢啊 我 酒味很大嘛 昨天没洗头 昨天没回家吧 所以你还没来得及跟易成聊天 其实之前让你退出玄中记 去参加比赛 他是有原因的 是因为林曼吧 是 不过不是你想的那样 他因为 你脖子怎么了 这是给陆里解酒用的 我再给你倒一杯 甜的发腻 杜杜 你喝酒了 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没电了 你撒谎能不能撒得高级一点 不要捉猎到让 我马上就可以拆穿你 好 我就是不想接你电话 可以了吧 你什么态度啊 是你让我说的实话 你夜不归宿还有理了 我不是机器人 我有情绪的我也会不开心的 你不就是因为我让你退出玄中记 才不开心吗 你只要好好完成我交代给你的任务 我知道了 你不用再强调了 我去工作 你站住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是吃枪药了吗 好 我不跟你计较 那咱们聊聊工作 游戏比赛有时间限制 你对游戏有构思了吗 没有 你就拿第一这么寻有成熟吗 一不接电话 二不汇报工作 三夜不归宿还喝酒 身为一名员工 你连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你让别人怎么相信你 你再看看你现在一身酒气的样子 让你退出玄中记 是我做过最明智的决定 李诚 你要是不想参加游戏比赛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这个游戏比赛不是非你不可 你不会以为你真的重要头 无可替代了吧 她说的都是企划 你别当真 我会完成比赛 拿到第一名 不会打乱你的计划的 陆离 计划 什么计划 你在说什么 酒还没醒吧 自己倒 我可是伤员 你活该 你为什么不好好解释一下跟她 你看她什么态度 我解释她听得进去吗 我是老板她是员工 工作上就应该公私分明 不能因为我跟她私人关系影响工作 不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 像什么呀 像一只赶着拆房子的哈士奇 你说我像狗 江亦诚 我认识你这么久 现在才发现你情商真的低到令人难以置信 我本来想好好帮你一帮 你自求多福吧你